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来我们说过《戏经杂记》与《汉武故事》 无论传统上将这类书如何分类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它们都像故事集 内容包含不可考的野史、朝廷译文、湘野奇谈等等 这些故事情节大多不连贯、互不相关 在性质上也没有系统的分类 可能前面在讲人物,后篇突然就说起园林造景 这有点像学生报告,收集了一堆资料 然后订书机压两下,就交上去了 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做一种判断 这类书中间的篇幕可能遗失、损毁或善意 这个判断也根源于这类书的编辑过程 它们本就是被编者收集而来的 没有明确的出处,也大多没有语出何人 如果有,更多的都是附会与假托啦 也有可能故事中的当事人本身,它就是虚构的 好比今日常听说的 我朋友说啊,我听朋友说 或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化世人本身啊 关于西京杂技与汉武故事 其来语与名片,可以详见频道先前的节目啊 今天要说一直以来常提起的一部书啊 《试说新语》 首先说啊,第一次读试说新语,是我国中的时候了 同时期印象深刻的还有烈子 虽然很跳跃,但就时代来说 都是流行老庄玄道的时代 性质上都是故事集 烈子在我的印象中 故事性确实比老庄更有趣,也更直白了 直到大学时代,我才知道 烈子极大可能就是与 《试说新语》同时代的伪作 当时确实挺失望的啦 因为小时候花了不少时间,也看了很多次 没想到是后人、杂楼城的故事集 与读书心得啦 不过后来想想啊,再怎么 他也该是两汉未尽次人对道家的理解 在早期,或许笔者、编者 他们确实看过真本烈子的啊 在伪作的当时,他或他们 并没有将手边的资料伪造成老庄 而是烈子啊 是不是说明,即使是委托啦 那些文稿资料也更接近烈子呢? 这可能除了地下考古之外啦 我们很难知道真相了 虽然在现代考古 确实出土了更原始的儒家与道家经典 也出土过孙子兵法与孙并兵法 证实了孙子有两个人 所以啊,这就是考古啊 蝶灰心,总有希望 所以说,试说新语的成书背景就是如此 先前已有官方与民间收集书籍与故事的成立 在当时也是一个伪造书籍 假托民家乘风的时代 试说新语的成书背景是当时的顶流人物 凌川王,刘亦庆 这里的刘姓就是前篇说 汉氏末义中 自称出自楚王刘娇一脉的 宋五帝刘裕 这里说的自称并不是我的推测 是正史的记载中 就有过质疑与矛盾了 宋书中说 他们出自楚王一系二十一世孙 魏书中说 其先不知所出 至于本蓬城蓬城人 或于本性相 改为刘氏 然亦莫可寻也 也就是说 自家的史书说 刘宋本遂寒门 然出身高贵 但敌方的史书却说 刘宋啊 不只不姓刘 还本姓相 是黑底的老反贼啊 两边都说的有板有眼 那到底谁才是对的 我们来举个同时期的例子 文心雕龙的作者 刘邪 在现实意义上 他与刘裕是同乡 4G金口 就是随着勇家之乱爆发 与近视难度的一帮刘邪难民 我们知道了 正根的刘家 几乎在勇家之乱时 被吐露殆尽 而这些姓刘逃出去的 通常没有爵位 官位忠下 想跑就跑 也跑得动 包袱也比较少 刘邪的出身 就没有争议了 他出自齐王刘肥一戏 虽然说 楚王与齐王 都算是汉式的旁戏 到这里 刘邪他家 也曾在刘宋时围观 齐父刘尚 就是在任上战死的 所以导致他家到中落 自幼寄居前然 而后终身未娶 晚年也出家了 这才是铁证 刘邪他家 从有到无 再从无到有 又有有 入空 家世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说刘宋 虽然有相似的背景 但通常还是会留个悬念 无论如何 刘宋建座称帝是事实 航武出身的刘宇 其后代与继位者 难免以亚浩文艺 这是未尽以来贵族的常态 取水流伤是小道 著书立说才是公民 于是 凌川王刘义庆 既是宗室也是凡政 有军功也有政绩 在刘宋就是顶梁柱了 在他的墓下 五人打仗 文人就编书 既有财力也有权力 门人也够能力 满足了所有条件 可谓是两汉未尽以来 成书条件最佳的状态 那说 为什么不像司马迁一样住死呢 要说住死 是中央才能干的事啊 说司马迁为史官 做史记 都有私史的嫌疑了 就是到了汉末 东汉末年 都好有对司马迁的骂名存在了 刘宇庆虽然身居高位 却屡屡请求辞官外放 就说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功高正足 而世说新语这样插边球 直收入前代的故事 那比较灰色的 就是当代艺文 只能如此啊 当然故事通常简洁 也有系统的分类 内容上 精彩不简西京杂技 与汉武故事 然而世说新语是更加完整 情节也更为可信的 但名声与评价上 是远超于西京杂技与汉武故事 那更别说烈异传啦 一样的 节目中说的是说新语故事 我会将原文附入在说明栏中 有兴趣的可以打开 说几个有趣的故事 我最有印象的 不是汉末那些三国名将谋士的故事 而是一则道家的玄幻故事 是这么说啦 世说新语文学中啊 东汉末年大儒正玄 曾在素儒马龙门下求学 三年过去了 始终没有看到老师马龙 只有门下的三好学生在传授学问 一次里有弟子在演算天文数数 始终没有正确答案 班上的其他同学来也是 这是有人说啊 这题正玄会吧 于是马龙就叫正玄来 欸来你试试 没多久正玄交出了答案 就这个功夫 全班都服了正玄 后来正玄学成毕业 想回家 老师马龙最终感叹到 要做这些大学问 还得是山东人啊 就是说儒学发掘于山东奇鲁之地 而正玄是北海高密人 就是今日的山东 祖上也是大儒学家 怎么说正玄也是个素素神算 听到了这句话 心里也有了戒心 老师 老师在提防我 老师会在路上害死我 于是这趟回家 成了大逃亡 正玄知道有人在追杀他 这只跑不了了 所幸一算 只有诈死 要知道 老师也是高手 一般手段 是瞒不了高人的 于是正玄左右观望 心生一记 所谓死人在棺材里 正玄重生一跃 往桥下跳 不是跳河自杀 是一屁股坐在桥蹲 这两脚一垂 木鸡就踩在水中 这时来人寻机赶到 却不见正玄了 马龙方珊珊来迟 地址禀告 马龙疑心有诈 便掐指一算 告诉朱弟子 正玄在土下水上 而巨木 死必死矣 当然了 有弟子不解问 旁人就说 真笨 什么东西是在墓里 在土中 在水上 仔细想想 哦 棺材里的死人 于是正玄脱塔 后来在朝中为官 故事就是这样 首先这个故事 当时我就有老港片中的 稻树集市感 先说人物 正玄与马龙都是当时的大卢 部分情节也是事实 只是没有什么追杀情节 马龙与正玄都是当时素有亲旺的人物 所以在四说心语注中 就对这个说法 十分不以为难 甚至在篇末直说 伟相之言 贼 夫人之子 而这个故事本身 我总想到六祖难度的故事 本来唯物 何处惹尘埃 见性成佛 原来开悟的是一个文盲 这谁能受得住 所以杀心志祺 六祖难度 当然啦 我相信 这个故事是演绎成份居多 但这个故事 为什么没有红 我不是很理解 我们说 各行各业的始祖都是神 好比屠户拜张飞 警察拜关羽 卖鞋的拜刘备 倉户拜八戒 那有没有想过 读书人拜什么呢 想想 当然是孔子 难道我会说正玄吗 不过也对啦 在当时确实是正玄 十一记中就说了 我先前说过的十一记 金师为康成为精神 何修为学海 这个康成是正玄的字 意义上不是真正的神 而是对其才能高端的评价 但若说精学之神 也可以说是正玄了啦 这些故事啦 依我的见解 在曹魏以前 在汉末 都是以艺文为主的 好比说 曹操与阳修 曹操捉刀 望眉止渴 主要都是不见证实的 是由故事来体现人物性格 或豪迈 或机智 或便才疾风 到了魏晋之后 故事画风 就走向世人的风流 这个裙像 好如竹林七弦 有风雅 也有荒诞 比较接近行为艺术 举个例子来说 曹魏时代 有个花美男 就是何燕 他长得很好看 尤其是脸白 魏明帝曹瑞 就是曹操的孙子啦 就怀疑他 怀疑何燕是抹了粉 于是 在盛夏之际 摆下宴席 他只请何燕 到了上菜 是一碗热汤面 面食 在汉潮就有了啦 汤面就叫汤饼 何燕 只能吃面 再怎么烫 曹瑞就是要他吃 马上就吃了 吃得何燕 满头大汗 何燕 是一身红袍 红袖 插去汗水 原来白皙的面色 就更加皎洁了 故事就是如此啦 无关尾叶红子 就是谈长相 就像别篇还说 鸡康身长七尺八寸 风之特秀 而琉璃身长六尺 茂盛丑摧 而悠悠糊糊 土木行骸 鸡康 琉璃同是竹林七贤 就说一个极为伟岸 另一个极其猥琐 当然是以龙貌而言 所以说魏晋时代 是极其重视形式的 光龙子这部分 近四十篇 都是说形态美丑 所谓魏晋风流 长相 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而才能部分 我们拿话来做结尾 这也是我小时候 十分有印象的故事 在巧艺中 数次提到的顾长康 也就是顾凯之 顾长康的话 现在还看得到 虽然都是魔本 但都是神品 关于顾长康的艺术理论 世说心语中说 顾长康画人 很多年 都不成点睛 总有人问他 顾长康说 无论试题怎么表现 都无光化本身的精妙 传神写照 要画得栩栩如生 就在这里 就在点睛 全在眼中 而后顾长康也自述 首辉五弦翼 目送归红南 画手弹琴 那太容易了 但要画 双眼目送大雁归去 才是难事 其实 这与我的经验正好相反 我看顾长康画 最爱看手与衣咒 我最不会画手与衣咒 我也觉得顾长康所画的手与衣咒 是极美的 所以 总会留心 另外 补充一件事 我们常看到 魏晋人物的名会 常代知智 这是因为信仰五斗米教的灌常 好比说刚才的顾凯之 又好比说王熙之全家 知智是不必必会的 父子相成 这是道教 佛教徒名字中会有生 好比如王生前 这是那个时代 战乱离善经常的现象 所以笃姓前程 在朝中的高压统治 你不会知道明天在哪 所以如竹林七贤 是放浪行函 是风流代表 魏高望清 如王幼君 王熙之 其父王旷 在战乱中 不知所终 名门尚且如此 所以王熙之之后 和门信道 这个佑将军 也只苦练书法 这是他家发生过的巨变所致 虽然其后人最终 顿入佛家 还有后来的 小乙传兰亭 这个故事我们后说 余孝有趣的是说心语故事 我们也后说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来 订阅